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咱们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第97 上一期呢 咱们做出了一个仓库 然后呢 从公主那又接了一个任务 再做一个王之间 现在我看一下这王之间 咱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这两天实在太忙 没有时间做啊 今天咱们继续完成任务啊 还需要一个王座 那么好 咱们赶紧去做王座啊 王座的话 不对 应该是在炼铁炉是吧 咱们去炼铁炉看一下 王座应该是在 这儿呢 我看到了 咱们来一个王座 需要金啊 好 咱们来他一个 一个足够了啊 接下来是什么 大的壁挂 石材银 咱们也来个试试吧 看来是这个屋子装饰品啊 OK 稍等啊 我把它调出来 王座和大的壁挂 这大壁挂先拿出来啊 这怎么用一会儿再试试啊 跟谁换 跟这个换一下 然后 这都没用 再把它收回去啊 树枝干草 我整理一下啊 这个火跟这个壁挂 也没有用啊 好 然后把那个王座调出来 王座在哪儿来着 在这儿呢 稍等啊 我把它拿出来 OK 咱们赶紧去完成这个王之剑啊 咱应该就差一个王座才对啊 其他咱应该都准备齐了 好 咱给你摆上 OK 完成了王之剑啊 王座之剑 这王座之前可是稍微有点窄啊 有点挤啊 跟民宅差不多啊 东西需要其实不是很多啊 小镇还升级了 太棒了 变成了三级 OK 大家都向我祝贺来了啊 咱回头再说 接下来呢 我想咱们把这个大的壁挂 我看放哪儿啊 那一会儿咱们向这个公主复命啊 先简单的把这个小镇再装修一下 展示先搁这儿试试看啊 就是一个鹰的感觉啊 我看应该放在室内比较好啊 接下来的话 我想改造一下咱们的工作间啊 因为有一位网友朋友跟我留言 就是说 你这炼铁炉和这个石工作台 放到一间房里应该是比较好 那么咱就听人劝吃饱饭啊 我也谢谢这位网友朋友 我呢准备把这个炼铁炉 和这个石头的工作台放在一起啊 我看看应该是够啊 三格两格应该是没问题 这谁开过生产枣盆了 哎呀 它这个生产东西没用啊 好 我赶紧把它挑出来啊 我先把这个物品稍微整理一下啊 这没用 咱放回去 这枣盆有什么用啊 这是干什么的 是石头的窗户啊 我想咱们以后这个工作间里面 放一个这个石工作台 再放一个炼铁炉 再放一个收纳箱 再放一个篝火 我准备放这四个啊 我的那个石工作台呢 稍等啊 应该是 石工作台的话 太不好认了啊 演化了 这儿我看到了 来吧 然后篝火 收纳箱都有啊 好 咱们先放这个石工作台啊 不过咱们这间小屋建成之后 它应该只给咱生产家具什么的啊 哎 又能生产草药啊 这个食物就好了啊 好 接下来咱们放这收纳箱 我看啊 挨着这个神铁炉吧 好 还差一个篝火啊 稍等啊 啊 这儿了 咱们把这个火盆和这个壁挂篝火 咱们都把它拿出来 这个壁挂篝火呢 我想再装饰一下 咱们这个门啊 好 咱们一个吧 先放这个火盆 OK 完成一间石头和炉子的工房 加1860 很不错啊 接下来这个壁挂篝火我也摆一下啊 稍等 哎 哎 这个门口 我想摆上篝火的话 怎么摆不了呢 啊 按错了 火把了 再来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OK 这样的话咱们能看清门啊 咱们别走错屋 走公主那屋就坏了啊 引起人家误会 OK 这个门口我再摆上啊 这是咱们睡觉的屋子 寝室 好 咱们再摆一个篝火啊 那个大的壁挂 我回头想想 看能摆哪啊 接下来 咱们这个仓库门口 也需要一个 壁挂篝火 看起来很气派啊 接下来 我看看啊 这个门这还需要啊 稍等啊 我在门这咱们再放两个 这个咱礼拜都放吧 我里面放两个 外面放两个 这样咱夜里回来时候 晚上回来是 能够看清门啊 也别走错屋 然后这还有一个门啊 这个门咱也摆上壁挂 篝火 这样咱们这个晚上小镇呢 也会照如白昼啊 照如波昼 然后门外咱也放啊 这再放两个 我这个是不是放不了啊 啊 这个喷火石像挡着呢 稍等啊 我把它打掉啊 我那大铁锤呢 好 咱把它敲掉 OK 这放上一个壁挂钩火灾啊 好 接下来这个喷火石像 我看看 要不放到那个门去吧 这个门已经有了啊 咱们在那个门再放一个 这个喷火石像 要能多几个就好了 增加咱们的防守力 我看啊 咱摆在这儿 应该是没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应该 向公主复命了 对吧 咱刚干完活 还没向公主复命啊 好 我看公主怎么说 他说 Koma 你把王座之间 给我再建成了 是的 他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 有了这个王座之间呢 就是咱们拉拉托姆 再见的象征 他说Koma 这个世界曾经有一个 向龙王挑战的战士 就是那个叛徒啊 好 听说了 他说那个人呢 他接受了龙王 分一半世界的这个引诱 今天不是诱惑啊 躺一炮弹 个我我也受不了啊 他说我呢 对这件事太绝望了 把自己变成石头 然后呢 我就睡了 这个公主 怎么心里这么催我呢 他说你呢 是我们的希望 你的出现呢 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光 再夺回来 这不再是梦 看来一直大家都在做梦啊 他说实际上呢 在来这之前呢 鲁比斯有一个忠告 就是那神灵啊 就是我特团的神灵啊 他说 持有打败龙王的 特别道具的三个贤者呢 正在往这个地方赶来 一切呢 全是鲁比斯的引导 Koma呢 你不也正好来到了 这个地方吗 我呢 为了帮助你 所以呢 我也去寻找 这三个贤者的踪影 啊 我们这小镇 又要来撒贤人啊 他说当我知道 这三个贤人的位置的话 我呢 会告诉你 请稍微等一下 给我一个生命的果实 啊 谢谢了大姐啊 哎不是大姐啊 公主啊 我看啊 咱赶紧把这个生命果实 调出来 但是咱现在先不吃啊 咱先放到手边 OK 然后咱再接这大爷的任务啊 好 咱们再跟大爷对下话 哎 这大爷怎么上墙了 稍等啊 他说 Koma 拉拉托姆再见呢 这是你首先要完成的使命 然后 我作为预言者的工作呢 就是把你往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 看来我还得听他的啊 啊 他说 Koma 对于你来说 曾经的这个拉托姆所有的占卜坚 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占卜坚 啊 不就是算命吗 啊 他说有了占卜坚的话 不仅仅呢 能够再见拉托姆这个地方 而且你作为建造者呢 我也会给你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啊 算命还能干这啊 哦 这是干嘛 他说呢 在这个地方建就可以 以前的这个拉托姆好像就是在这儿有个占卜坚 啊 这大爷会算卦啊 他说 Koma 这是设计图 给我做一个占卜坚出来 行 您既然会算卦的话 一会给我起两卦啊 他给了我一个设计图 OK 那么咱们下面给他做这个算卦房啊 我看看在哪了 这王座之间是咱不要啊 然后应该道具这些是足够了 好我看看 这占卜坚咱能给他摆在什么地方啊 这么小吗 这么小 我看看 那摆在这儿算了 我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啊 稍微有点挡我这个喷泉那间屋的门啊 我看看 咱们往里要是缩一层的话 也不好 稍等啊 我这样对着摆呢 对着摆这个 开门的方向又不是特别好啊 我想一下啊 如果摆到这边的话 他以前就在这儿了 我把这敲掉啊 这对太多鱼了 他会都在说啊 我这小镇来妖怪了 先不说了 我看看 摆在这边 这边的话 以前的小镇占卜坚好像就在这个位置上啊 嗯 这个角骑有点碍事 啊 我看看啊 在这么大块地方 只摆这么一个小占卜坚的话 稍微有点浪费啊 稍微有这个感觉 算了 咱睡一下 现在有点看不清 明天咱们再来设计啊 咱们先睡他一觉 好 咱们准备睡一下啊 哎 来妖怪了 怎么那么巧啊 刚要睡觉来妖怪了 哎哟啊 田大三恩 还睡不了 哎 怎么进屋了 稍等啊 我这进来一个小妖怪 我先把他打掉啊 哎呀 这个妖怪 他怎么进来的 我这又有后门啊 赶紧把他打掉 我这个士兵 他刚过来 好 接下来应该能睡觉 我外面怎么战斗这么激烈 哇 哎呀 我的兄弟们已经去打了 看来我得出去帮我忙了 稍等啊 咱们出去和妖怪一战啊 这什么东西啊 哦 爆炸石 哎 这爆炸石还袭击我的小镇了 这太危险了 别忘了 我的小镇给我炸了啊 我天哪 还喷火 我天哪 这爆炸石有点危险啊 感觉啊 哎呦 我天哪 哇哇哇 不好意思 我稍微得吃点东西了 咱吃一个这个生命果实算了啊 我的血现在还不是很足啊 55 应该再吃一个 现在血有点短 好 那么咱们准备睡觉 稍等啊 我这屋子好像设计有点不太合理啊 应该是六个草席 一个王床 然后再摆两个壁挂的篝火比较好啊 好咱们就这么设计一下再啊 这再摆两个壁挂篝火 然后呢 我再去生产一个草席 然后把这个盆火 火盆把它敲掉 好咱们就这么干啊 咱们再生产一个草席 啊这有王床啊 但是没有草席呢 稍等啊 我再看一遍啊 诶 怎么没有草席呢 我这边已经到工作台了 诶 这个石头工作台难道说不能生产草席 还确实就没有 难道在炼铁炉吗 诶 稍等啊 我看了炼铁炉啊 炼铁炉不应该有草席吗 对不对 要有铁床吗 这不可能有 要这么说的话 没有草席 那我这草席是缴货来的啊 不是我自己生产的 它这有木床 那咱们要不做个木床 要不咱们把草席都换成木床算了呢 这是不是会更好呢 我做一个试试啊 也许是个好方法啊 咱们都什么时代了 还睡草席 那么咱们再做个木床 而且呢 哦 我没有这个粗树枝了 好像啊 那咱们 哎呀 没有粗树枝的话 咱们明天还得去打点粗树枝啊 好 那么咱们现在呢 先把这几个木床把它装饰上啊 我把这个火盆敲掉 稍等我那个大木锤呢 好 把它先敲掉 咱们摆上 嗯 木床 对对对 咱都完工了 结果还睡草席 不像花啊 好 咱们赶紧把这木床调出来 我看啊 嗯 跟着炸弹石换一下吧 然后这个火盆也没有用了 嗯 其他的展示先不动了 OK 然后呢 咱们赶紧摆上这木床 啊 这床开始睡得舒服啊 OK 这样呢 就不用在地上打滚睡觉了啊 好 这个把它敲掉 再摆个木床啊 OK 哎呀 这个公主真是不好意思啊 一直让你们跟我在地上打滚睡觉啊 咱们以后可以睡床了 啊 接下来咱们睡觉吧 OK 明天见咯 早上好啊 今天咱们首先去找点粗的树枝啊 咱们赶紧再做四张床 稍等啊 我这加上一点剩水啊 嗯 我看啊 有好多地方得需要把这个枯树枝变成粗树枝才行啊 OK 这个红油咱们收掉 这骷髅咱暂时不理啊 哦 这有粗树枝 太棒了 这骷髅不理还不行 稍等啊 我先把这骷髅干掉之后 咱们把这个地方绿化一下啊 我这来个大骷髅 这大骷髅我发现了 它一次砍两件 嗯 很厉害啊 咱们还得小心点 这还有树枝啊 咱也把它收掉 接下来 哇 这还有粗树枝 太棒了 咱们赶紧绿化它一下啊 好 咱们接着砍树枝啊 这次我一会儿 连树一块也砍啊 稍等啊 咱挥一锤啊 啊 没问题没问题 咱再收点原木 原木 好像现在进入铁器时代的话 用原木的机会不是很多了啊 我看啊 这还有没有 我这也再加个绿水吧 绿水再加个剩水吧 绿化出来看起来是很漂亮啊 这地方咱们也加一个啊 好 这有几个数字 哇 又来个大骷髅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骷髅它一下砍两箭 一 二 得躲开两箭才能回头打它啊 这个骷髅比较狡猾了 因为以前的小骷髅吧 它砍一箭停三秒 但是这大骷髅呢 它是砍两箭之后停三秒 所以呢 要区别对待 我看啊 这边没有粗树枝了啊 这个大脚不管它 嗯 粗的树枝的话 这是吗 应该是 好 把它也砍掉 啊 这有 稍等啊 咱再加个剩水 好 加剩水就有点像那种 施肥的感觉啊 我给你施点肥啊 然后你给我好好长 这应该没有 但是咱们加一下吧 哦 这应该有树枝 但是就一根 好 咱把它砍掉吧 OK 不管怎么说 这加了剩水 施了肥 还是好看啊 确实是不错 咱们再加个剩水啊 哇 这的树枝多 稍等啊 咱们再加一个剩水 再施肥给它啊 啊 这有红油啊 但是slime算了 它不理咱 咱也不理它 哎 哎呀 不好意思 把你收掉了 其实不太想打 这个可爱的slime啊 能留它一命 咱进来 还是留它一命 这个骷髅咱一定要收掉它 它是很狡猾 现在 我的会心之剑呢 哈哈 不是会心之剑 我的会心戒指呢 哦 这还有一点 哎呦 怎么过不去了 再把这个收掉之后 咱就准备回城堡了 树枝应该是够了 咱们坐四五个床 应该是不成问题 才对啊 这好像有点实惨啊 好 咱们记着 这有小山 接下来应该就没什么了 咱们赶紧回基地啊 我看哪能再给它 好好绿花一下啊 有时间的话啊 好 咱们赶紧先回基地 建设咱们的 不是 咱们生产床啊 没床的话 真是公主 真是 太受委屈了 好 咱们赶紧生产床啊 其实公主应该睡王的床啊 但是 咱就算了吧 先来咱们这个木床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 一个屋子里 能摆六把床的话 可以升级成旅馆 是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啊 我这儿造几个了 咱再造一个啊 光想着造旅馆了 没想到 床的好 我多造一个 我感觉好像 多造了一个床啊 也无所谓 我把这个草席打掉 但是这个大床 有点 碍事啊 咱把它敲掉吧 OK 咱把这些草席都敲掉 咱们摆上咱们的木床 我看啊 木床应该是在这 哎呀 公主她怎么睡王床呢 还不知道啊 以后我想给公主 开个单间啊 对了 这个装饰一会儿 我想给她装饰上啊 咱们先不说别的了 咱们先铺床 这样看起来像王宫啊 上档次啊 像是王宫的旅馆 王宫里面还有旅馆啊 稍等啊 这个装饰我就摆在这 三百 看起来很不错啊 这是有床的寝室 啊 这个地方稍微等一下 这个地方我准备 给咱们这个 王间 再摆上两个壁挂篝火 OK 这看起来呢 我从远处能够看清啊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远处 咱们这王之间 没有这个 篝火吸引的话 快我摆错了 稍等啊 咱们摆完之后咱们再说啊 OKOK 从远处看的话 咱们这么高的王之间 没有篝火的话 不是非常好看啊 好 这边咱们同样 也摆上两个壁挂篝火 请稍等 OK 然后咱们摆上一个 壁挂篝火 台马次 这个篝火火把呢 在日语里面叫 台马次 松明 这松明跟篝火火把 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OK 这样看起来呢 非常的不错啊 OK 接下来呢 咱们再装置一下 咱们的这个仓库啊 咱们要提升一下 小镇的点数 我看看啊 咱应该把我那个宝箱拿出来 刚刚收集了不少宝箱 然后 咱们看看啊 这个宝箱可以裸两层 对不对 OK 然后的话 这个大仓库边 这个坛子上面 能不能裸个宝箱呢 我试一下啊 老对不正啊 稍等啊 OK 这应该可以放一个吧 好像不行啊 那算了吧 那咱们就放下面吧 我这两个宝箱 不能再裸了吗 哎 稍等啊 这怎么不能裸两个宝箱呢 难道我得把这个橱柜拆掉 我先把这个小柜子拆掉啊 哎 宝箱可以裸两个呢 对不对 没问题啊 哎 这怎么不能裸两个 哎 难道又是bug吗 奇怪啊 只能往下摆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了 算了 不管它了 我看看啊 这个书柜 咱把它再拿出来 然后 我想咱们再给它摆几个酒桶算了啊 仓库嘛 正适合摆酒桶啊 王公怎么能没有这个红酒桶呢 王公怎么能不喝酒呢 对不对 好 稍等啊 我先把这个书柜 摆在 角级旁边吧 稍等啊 咱们摆在这儿 OK 然后咱们摆酒桶 把这个宝箱拆掉吧 奇怪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摆两层呢 我再试一下啊 它确实不能摆 它说不能往空中摆 哎 这是为什么 哎 旁边就能摆两层啊 这不有时间再琢磨一下吧 咱们先摆酒桶吧 嗯 咱们这个皇宫的仓库里边 应该得储备点红酒啊 万一这个 开个晚宴什么 没有红酒的话 不像话啊 接下来我想咱们应该设计 那个占卜间了啊 正半天光干那个旅馆的事了 稍等我看啊 占卜间我看就摆在这就可以 因为摆到那边的话 有点太空间浪费了啊 我看摆在这应该是问题不大 哦对了 我呀先摆在这 然后把这墙敲掉 咱们把占卜间往后推一刻啊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空间利用率能高一些啊 稍等啊 我把这地方给它砸碎 然后呢把这个占卜间向外 咱们再推一层 稍等啊 我在这扔个大锤吧 OKOK 这一锤锤拆拆太慢了啊 好这地方咱也把它砸掉 OK然后呢 我把这个地图捡起来啊 咱们向外推一格 稍等啊 快天快黑了 我还得加点速度啊 OK 然后我赶紧先摆这个地砖 这个城之地啊 应该是这个城之地是吧 我稍微看一看图啊 没问题 下面是城之地 咱赶紧把它摆上 然后再加上两个城墙 否则妖怪进来了啊 这快到晚上了嘛 OK 接下来咱们安心的干咱们这个占卜间了 应该再需要这个城的墙壁 墙地啊 好咱们从这开始摆哦 这个占卜间稍微有点小啊 这占卜室好像位置就不是这个 特别占的特别大哈 对了我在日本这边好像也看过 有好多这个占卜室嘛 他们的这个所占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小 就这么一个特别小的小桌 然后啊 两把小椅子 然后有一个小的竹台 我到前面见过 嗯 挺神秘的感觉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帘儿围着 哎 不好意思 不说了 哇 这赶紧打掉啊 这一说围帘 这个 这个砖摆错了 咱们再来啊 我看起来这小屋是真够小的啊 哎呀 这也就像是个单人厕所的感觉 哎呀 真是啊 咱们再摆上这个魔法台 然后好像还需要两个竹台是吧 嗯 咱应该是有 我看看啊 嗯 竹台的话 咱搅合 拖不少 嗯 这儿呢 我看到了 好 把它拿出来 OK 咱们先摆这两个竹台啊 应该是摆到这个上墙 摆到上墙 摆到墙的上面啊 再来啊 一个 OK 这个闪绿光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啊 不知道我的世界有没有啊 咱们说了 咱们赶紧再生产一个收纳箱 然后呢 再生产一个木门 我看啊 木门的话 应该是在 十只工作台才对啊 又不是生产铁门吗 对不对 OK 咱们再生产一个木门哦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应该是完成了一个占卜间 我赶紧摆上啊 算命啊 板之后让这个 老大给我算一命啊 看我这个命运如何 都说我不是勇士了嘛 对不对 OK 完成了一间占卜间 为什么这个设计 这个游戏设计的说 主人公不是勇士呢 这也许是个谜题啊 到游戏最后 我看能不能把这个谜题解开 我这放两个壁卦篝火啊 为什么说主人公他不是勇士呢 白忙活了 就是蓝领吗 这不好啊 咱们赶紧向大爷赴命 哦 他说 干得不错 你呢 把我的占卜间给我做出来了 他说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够为你 指引出正确的前进的道路 哎呀 真是领导啊 他说 建造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为打倒龙王进行准备 实际上 Koma 要想打倒龙王呢 必须要去龙王所住的摩之岛 还有个摩之岛啊 他说呢 咱们要必须做出彩虹的水滴 这么一个特殊的道具才行 还得做水滴啊 他说 这个原料呢 被封印在更深处的黑暗当中 原来如此啊 他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而且有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还不太知道 但是 我呢 利用这个占卜间 我给你算出来这个地儿在哪 然后把它告诉你 这能算出来啊 他说 大爷还不识字 还能够算这个啊 他说 对了 我呢 还要调查一下 打开黑暗之门的最后的钥匙的做法 还要做钥匙啊 空马 只要你跟着大地的精灵卢比斯 还有伟大的预言者我干 那么请放心 我们呢 会给你做出指导方向 请等待下一次命令 给了我五个KIMELA之一 我的天 通过这个游戏 我好像明白个道理啊 这个白领和蓝领的区别 到底在哪 哎呀 一个是动脑子 一个是动嘴 一个是动手啊 真的是不一样啊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 会持续更新 我的计划者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持续关注选马视频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咯 拜拜